我們在煮湯汁 很濃 所以現在是要乳化劑 乳化劑要不要融化它 不用… 乳化劑不用融化 就加進去一起打 一起打 它其實有點像麥芽糖的感覺 對 它是比較稠一點 加進去馬上變好稠 對 它就會更稠 對 有 妳看紋路就很明顯 它紋路明顯一點就快差不多 這樣打大概要打到什麼程度 就是待會兒拿起來的時候 它會比較這樣子比較不流 之前是比較稀一點 對 可以稍微再打一下 等到它比較不流 所以這樣的程度還不夠 對 再稍微再擺一下 而且它顏色有變比較白一點 有 這樣就快差不多了 對 它下去還好快 那個效果很快就出現了 對… 而且它用的比例其實不多 我如果今天這樣子的麵糊 我再加蜂蜜下去 是不是就變蜂蜜蛋糕 差不多… 可是妳糖的部分可能要做修改 因為加了蜂蜜那個甜度就 對… 會有了 這樣就差不多 你看拿起來比較 流得比較慢一點 就差不多了 就是它的濃稠度很夠 比較濃 比較勾一點 下墜的速度變得比較慢 你就是前後的感覺稍微比較一下 對 就可以 這樣就OK了 就不要再去攪它了 攪過度會怎樣 也不會怎麼樣 也不會怎麼樣 可是它會比較膨 它會烤出來會比較膨 比較膨 比較不好嗎 就會比較 烤起來會比較粗粗的 有時候蛋糕也不可以太膨 那個太發了 整個就像蜂蜜一樣 粗粗的 不會綿密 好 接下來我們要加奶油 奶油也是慢慢地加進來 奶油就用橡皮刮刀絞就可以了 對 讓它吃進來 慢慢地攪讓它整個吃進去 所以麵糊的部分已經接近完成的 階段了 但是烤箱要預熱 所以烤箱要預熱大概多少度 上火是200 下火是160 上火200 下火160 今天烤的時間大概要多久 差不多是16分鐘左右 16分鐘 15 16分鐘 對 看妳模子的大小 今天這樣的量 大概是做幾個左右 10個 最後要加橘子水 橘子水 我發現這個蛋糕 沒有像我們過去一樣加9 對 它是 它的口味是比較偏向 不要那麼地 那個香氣不要那麼重嗎 它這個 其實它蛋糕表面就是烤出來的時候 再加 它那個酒味會比較重 可加 可不加 因為可能家裡面有小孩子的話 就不用給它吃那麼多酒 可是一般我比較愛酒味的話 就會在表面再刷上一層 刷在表面 對 烤出爐的時候 在表面上刷一層 那要刷什麼酒 白蘭蒂或蘭姆酒 比較烘焙會用到的酒 就都可以 都是看妳家裡方便 能夠取得的材料有哪些 然後妳就可以刷一些在表面 那麵糊這樣就好了 好了 漂亮 好 所以接下來要就是放入 我們的模型中了 對 我們模型要先做一下 加工的動作 因為我們這個模型不是有 沒有那個漆 那個鐵芙蓉那種 沒有那個防沾 對… 就是不沾 對 對 所以還是要刷一下 像它這樣子就是 我麵糊加進去 它不會就是站不穩嗎 它會 它下面有稍微修一下 對 要刷上一層油 你會比較好脫模 刷奶油 對 刷奶油 然後撒上麵粉 對 這樣就會比較好脫模 所以每一個都要做一下處理 對… 對… 那個油的厚薄度是要 薄薄一層就可以了 薄薄一層就可以了 那個麵粉的部分 一定要撒得很乾淨 不要太厚 就是其實撒上去以後 然後再把它 利用湯匙 然後把那個麵粉舀到 對 我們的模型裡面 然後讓它均勻地滾動 要做得就不要 如果沒有做這個動作 你可能蛋糕通膜就不好看 對 好 所以持續在這個模型上面 稍微處理一下 像這樣子造型的 有賣不沾的嗎 好像沒有看過 我是沒有 我是在材料行 我是沒有買到 應該是有 可是一般應該是那種就是 烘焙店 它專門請 請器具行幫他們做的 一般我是沒有買到 古早味的蛋糕 就是要用這種 比較傳統的方式 整個從頭到尾 都呈現得濃濃的古早味 懷舊風格 今天先做六部就好 好 我們就是均勻地把它 在模型的邊緣都刷上 奶油 然後沾上麵粉 這個麵粉是 一般的名 一般都是用高筋麵粉 高筋麵粉 所以記得 在防棉的這部分麵粉 所用的是高筋麵粉 好 接下來怎麼填呢 我們要放入擠花袋裡面 擠花袋 就是 其實這邊有一個小技巧 可以告訴大家 為什麼要夾一個晒衣夾在前面 因為那個麵糊的 來 我示範一下好了 好 就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沒有夾夾子會怎麼樣 因為這個問題我剛剛也問 為什麼要夾一個晒衣夾在前面 它這個麵糊是比較稠 如果是比較稀一點的麵糊 就會 就會一直滴… 這樣子一直滴 你邊… 邊裝邊滴 對… 你就怎麼都裝不滿 都裝不滿 下面夾一個起來的時候就是 夾一個夾子起來 它就是可以裝多一點 因為你有時候 自己在家裡做蛋糕 一個人 旁邊如果沒有小幫手的話 有時候會手忙腳亂 所以可以利用一些聰明的 這種小道具 對 就更方便自己在做的時候 這是不是也要多做 就可以發明出一些自己的小方法 家裡面有什麼東西 你都會拿起來用 用久的就是一個小撇步 好 就可以裝很多 所以現在把麵糊好 對 這樣就很方便 差不多裝到7、8分滿就可以了 7、8分滿 因為它還會再膨 對 等它烤出來會再膨一點 它一直轉… 好 就把它指到我們的模型方中 接下來就 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裝上去 一段時間